各位好,來到上午10點43分 我們先看看不同版塊現在的表現 在這個33個行業內 如果我們用資金證主動買入多少來排行 非常明顯排第一位的44億港元的軟件動物業 是最觸目的 頭五位來說,全部都是報星 平均股價 以電訊服務業的0.84%最大 主動買股比率方面,很多都不錯 最好的就是石油及天然氣業 旗幟到軟件服務業 如果是看這個成交金額 譬如我們看這裏 不好意思 譬如我們看這個五天的成交金額 看一看過去,當然不夠昨天這麼多 現在只不過是早市中斷 我們看看收市時會不會明顯高 不過機會不大 因為如果我們看今天是反彈市 正常說反彈市 成交金額會比上日大跌市為低 現貨主板市場裏面 非大戶主動買股比率 現在是58比42 叫做不錯 亦都及格 是高於過去五個家日的平均比率 52比48 暫時錄得資金正主動買入 57億左右 是多於過去五個家日的平均 48億 再看看20大被動買賣券商 最初一位是富途 是中資的 第五位亦都是中資的 中國投資信息 主要是20家 主要是掛盤的 都是騰訊 其次是阿里巴巴 主要是控制騰訊的股價 我用控制 有些人用操控 控制比較上 可能是 手道一點 接著頭五位的 托價主要是阿里巴巴 由高盛亞州 和摩根史丹尼 負責 押價也是兩家合作的騰訊 以及另外 還有就是美團 也有富途和中國投資信息 押著股價 接著我們看指數期貨 等指期貨的小時圖上面 價位是兩度挑戰保力加通道頂部阻力 昨天也是兩度挑戰 不過最後就是急跌 今天兩度挑戰之後 接著是否急跌呢 不知道 不過機會應該沒有那麼大 不排除的可能性 好就好在保力加通道中族支持 現在是向上移 就算是跌急跌 再跌空間也是有限的 今天這個 上升列口 完全保回的機會 是小一點的 留意這個雖然是上升列口 由於它是一個 反覆上落區 裡面出現的上升列口 所以參考性不大 保不保回意義都不大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五個都全部暫時利好的 淡友應該是 對手一陣先 合適一點 接著到國子期貨 國子期貨 看一看 實際上沒有那麼好 當然表現沒有回事 保力加通道頂部阻力 昨天試過一次 現在反而在保力加通道中族 就找到即使支持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是四個好 一個淡 利好的 科子期貨 科子期貨 SAL 保力加通道中族 全都是利淡 雖然淡分析很多 淡分析很多是絕對值 如果計算的幅度 這兩天的跌幅來計算 但幅度 肉眼望一半都未夠 指標有RSI STC好 其他三個淡 所以都是偏淡的 我們就看這個形勢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隻股票 我剛才說 預告了今天會說的就是小米 小米昨天收市是31.5 今早一開 就31.8 列頭高開 最高衝上33.2 現在跌分為32.75 走勢就是這樣 看到了 成交 最近一個小時 或者大半個小時 就是縮回的 歷史波幅52-999 最新的是 量比今早上1.883 都不低 暫時錄得資金淨儲 買入4.377萬 而這個資金流向6%是14% 所以如果繼續錄得資金淨儲 買入 這個大戶買家在低位 買上來的動力 也不容忽視 接著我們看他的資金流向 資金淨儲買入 現在是4億多 比過去外交入平均的7億多 為低 不算太多 成交量一半都未到 暫時 非散戶主動買股比率 60.40 代表 今早上回升勢頭 獲得大戶買家的主動買盤支持 這個比率 亦比過去外交入 54.46 為高 現在是32.7 即使阻力 暫時是32.9 32.9 下面支持 32.6 但32.6的支持力度 比32.9的阻力力度 為小 怎樣看 這條長一點 這條短一點 這條短一點 就小 就這麼簡單 如果不算今早上的成交 過去五月交易日 現在看看 上了32.75 看看這邊 這些成交是一般的 但到下面有一個很強的支持 看到嗎 就是30元 29.95 在30元附近 就是一個很強的支持 你可以假設 小米30元 是一個短期的非常重要支持位 如果失手的話 短期甚至是中期的形勢 都可能逆轉 成交分析 阿倫多 成交分析是32.7 最重要的支持位 正常的自動對盤交易 成交金額足夠500萬 暫時有74宗 74宗 這叫做極大戶 加超級大戶 的主動買股比率 是60比40對版的 就是他們的家權 只計算 74宗 那個家權平均價 DVOG 是32.7毫 1,800 今天沒有讀錯了 32.7毫 1,800 這樣就比 現在的小米 價位是30 現在最新看看 是32.8 就略低 暫時 極大戶 加上超級大戶 是遣守在 這個 的家權平均價上面 就是 遣守 就是僅僅守住 後市又不知道 不如 只看超級大戶 1000萬 我要求 提升到1000萬 就只有27宗 比例是 67比37 都是不錯的 加權平均價 是32.7毫 9,900 如果用這個計算 現在是32.7毫 就略低 超級大戶 好像是 開始 少少放軟 抹價 主要托價 今早早 是Credit Suisse 平均托價是 36.4毫 4千2 對不起 這邊 是32.4毫 6千2 即是 成功托高了 而壓價的要材 主要要材 也有中銀 國際 差不多 兩間 是32.67 7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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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區 換言之 小米 找到即時平衡點 我還未詳細分析圖表 之前 我們先看 美肌期破 美肌期破 是3740.38 現在是3740.62 在這裏 3740.62 就更高了 因為剛才 在幾分鐘之前 開始 6之前的幾分鐘之前 最高是3740.38 更加升了上去 升了0.706% 看看港股跟不跟到 恆子 輕微跟不到 輕微偏低 國子 直接跑贏 總之追到落後 編高0.3% 柯記股大反彈 編高0.9% 不過相對於昨日收市 偏低幅度 這只是一般 紅籌 偏低1.4% 綜合指數 偏低0.12% 紅籌股 就有些回吐了 進步看 日經 偏高0.8% 上海深圳 偏高1%以上 在10.25% 10.25% EAS恆生指數 當時是226502 正在升 好事 加上恆生指數 比它高 國子是10440 輕微升 沒有升得那麼急 國子也是高 國子 當時是8029 都在升 現在暫時都是高 暫時的市況 偏穩至輕微偏好 順便看看 今早說的 醫療保健股 10隻大型股 昨日成交金額 最大的10隻大型股 現在表現 合理值 現在在這裏 這是合理值 現在呢 有沒有偏高好 這隻 表現最佳 平安好醫生 偏高3.112% 我用這些方法 找個反法 哪一隻好 哪一隻淡 如果不是用這些方法 大家就逐漸去按 有時會看漏了 也很難的比較 這是一個專業的方法 當然 表現最差的 5%偏低 包括是若名生物 微創醫療 就是今早的表現 我先關掉這個 關掉這個 關掉這個 然後我們去看圖 看看圖 圖 圖裡面 看 1810 1810 1810 日線圖 昨天 出現了一個 英文叫做 bearish and grooving pattern 就是 穿頭破腳利甘轉行形態 在我投資演音教育的幾堂教音 描述都夠了 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代表 如果 跟著那三個家人 通常看兩個都夠了 穩定看那三個家人 如果不能出現高過這個形態 兩個 一個羊 一個羊足 一個陰足 一個陰足 沒錯 最高位 即是33.75 收視位 後視向淡的機會 非常大 未來兩至三個家人 就看著 有沒有 出現高過33.75 收視位 今天能否出現到 暫時看的形勢 就不像 有什麼跡象 即是看我的表現 好了 這樣 穿頭破腳 大家小心 穿頭破腳 出現之後反彈 理論上 就應該給 短線投機者 日線圖 是一個走貨的 第二個機會 你不把握這個機會 可能跌了 你就會後悔 那我的做法 會怎樣 我會先走 然後 寧願升穿 站在33.75 再追賣 買貴分 寧願這樣 或者 沒有升穿 跌了下來 在下面再賣 這就是短線投機的策略 留意我講的是短線 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由RSI 仍是好的 STC 一口 即是3 2 3 4個好 一口 短期形勢依然是向好的 只不過是一個回套 至於回套多少呢 現在可以計算 預計的回套 我假設33.75 半部分分析指標 已經是ま niin 封且能夠� qui 不會再高 比那 sinn 這樣的話 我們便快 healthier 來計算 好 還是說 再地定先 不如大家誤會 讓我們先把外市 Finci 炸 小米 應該次數 被 benefic 18,10 可以 大家看一看 這隻股票 仍是好 中長線也是好 短線也是好 不用看這麼低起步 不用由這裏量度起 先看 由這裏量度起 28.5毛半 記得嗎? 28.5毛半低位 寧願升上的 618 審慎 如果28.5毛半都穿完 再由下方 再由 23.1 先量一下 28.5毛半 28.5毛半 最高升是多少? 暫時是 33.75 33.75 28.5毛半 暫時最低回落 最低回落 是30.9毛 暫時是昨天做的 暫時是30 暫時看到的9毛 算到 算到 就是回套 多少呢? 由於出現了一個 穿頭破腳 所以我由0.320 更穩陣 31.76 到了 0.5毛半 都到了 最低回落 看第三個 30.5毛 3600 即是 如果市場在未來兩三更多日 或之後 跌低過 30.5毛 3600 30.5 36 如果市場在未來兩三更多 只能返回到 我以後 便會回市 28.5毛 到時 我真的要算 那我到時 如何計算 我到時 計算 將會由 這裏度量 先預計分析 假設它不會穿33.75 23.1 我們先預計分析 到時 我便看這三個數 29.682,28.425,27.168 大家就记下它 看完这个日线图之后 我们看周线图 周线图暂时的形势是全面 所有指标向好,即是显著向好 连续第二个礼拜,暂时 因为要看星期四周时 是站在保力加通道顶的上面 上次就试过 1,2,3,4,第五个星期 跌下来 今次有两个,那会怎样呢? 留意着 月线图 月线图的指标都是全面利好 刚才我说的 小米的中线、长线都是向好的 月线图上面 1,2,3,4,5 第六个,小心 第六个月 第六个月 我们当然看完 今天星期四中收市 说过 如无意外 6个月线 即是说 根据我的波浪理论分析法 即是说 下一季之内 不知是几月的 可能是2月 可能是3月 最迟 第二季初 即是4月 就会跌回保力加通道顶部下面 成为一个中期的调整 这是中期调整 使用长线转弱 至于最终长线会否转弱 变为转弹 就后话了 我们看完图表了 看完了 也计算了 也计算了 那个数字 给大家看 最后就怎样呢 也都去看看 现在最新的形势 看看那个中线 长线的 证券平坡 先把股价 所有股价 锁了 现在是11.02分 锁了 然后锁完之后 我们开一个Excel 开我的Excel Worksheet 这个又要等一等 大家喜不喜欢我每一天 都分析一只焦点股票 在Patreon 里告诉我 当然我要先说明 如果市场很波动的时候 我不是分析股票的 我会看市场的 小波动 请低大小波动的时候 我会看市场 为什么 有点点问题 我今次都开不了 先关掉这个 我先把股价 把股价都押住了 看看先 有点点问题 为什么呢 先把股价都押住了 有点点问题 不如这样 不要紧 我先把这两个月表 在我的Facebook Fan Page 即是 Benny Lung Fan Club 那个 不是Fan Page Benny Lung Fan Club 那个群组 就是Facebook Group cult certified which就是 Fence Fence 热门 Club Club خر 我把这两个表放在这段分析的留言里给大家看 应该有少少问题,可能今天有一只股票 通常这种情况出现,就是有一只股票当中的492只股票 有一只是停牌,或者是有些特别的情况出不到上日收开市价 港交所不会提供的,例如有些随拳或者类似之类的 这些特别的情况 稍后我就回报给大家,多谢各位收看